亮剑是中国抗战题材的一个巅峰 李佑比老师版本表现出来 一名刚硬军人在战场上的坚毅的血泪精神 每看一遍都会心潮澎湃 令人感动 是一种真正的亮剑精神 剑锋所指 所向披靡而翻拍板的亮剑 浮夸而多余的动作 在战场上就像饰演言情剧一样 更多的儿女长情 在表演的能力尚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看着还会莫名的发酵 好的作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能流芳百事 你也许不知道 谁是李佑比老师 但你会知道他所扮演的那个 敢于亮剑的独卫团团长李云龙 人火了却没有优秀的作品 过不了几年将会被新人淘汰 影视版的亮剑只拍了小说中的上部 下半部由于敏感话题 也许永远不会被拍成影视作品 但是我觉得下半部分 才是小说最精华 也是小说作者更想表达的一部分 前面的一部分主要描写的是李云龙 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指挥奋勇杀敌 后部分将李云龙人格写得更完善 作为军人他要保卫作国 切放台湾 作为丈夫他要守护家庭 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 惨遭迫害被打压成大军阀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 最终用楚云飞赠送的手枪 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最后知己楚云飞在海峡对岸 播放英雄交响曲为其送行 非常壮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